入冬最强寒流已经报道 明天周二入夜到周三清晨最冷 另外有专家认为 今天晚上开始 山区降雪区域将下修到八百公尺以上山区 以阳明山为例 不止大屯山 七星山区降雪 现在二子坪也有机会 阳明山国小考量学生安全 决定二十三二十四号的寒假课后班停课 果农一早就到果园仔细检查 套袋状况 目前释迦成熟度有八到九成 再过一阵子就可采收 就盼平安度过寒流 而种植老叶的农民 也加紧喷洒液面营养剂 加强保湿抗寒 入冬最强寒流南下中 北部及东北部率先转冷 周一二十二号晚间起 滑南云语区东移各地有震雨 伴随低温 湿冷感受将更明显 预计阶破寒流最低温将出现在周二到周三 清晨 气象署提醒 寒流影响时间较长 其民众要做好预寒准备 人专家分析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 原本预期的零度线在西部 已经从台北延展到桃园 在东部也已来到了宜兰 因此预计山区降雪区域 可能往下修正 八百到一千两百公尺以上山区 都有机会 专家分析后续仍要密切注意冷高压南下范围 以及水汽能否配合上最低温 不过以阳明山二子坪为例 就算届时未达降雪条件 也至少会有雾松以及冰线 记者继续报道